欢迎来到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 就在昨天北院裁定陈水扁还要再延压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今天蔡启方他出面来呛瞎 他说如果15天之内不放人的话 要率领群众攻北索来救陈水扁 蓝总统已经收下了六十几天 到现在他又没想到出来 所以其实在中华民国的生活贴族 当中台湾都没人的款 所以我在这里心中 把中华民国的生活贴族 跟他们抢生 在15天来如果没有把丹水扁放出来 我准备在外面 我当全台湾爱好人主 爱好人款的真实 大家接客来 拖生牵手所改救丹水扁 在那个时候就这么说 就是确定的号角就要响起来了 大家接客来收拖一下